大家好,我是Stan 首先想要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从2018年10月开始 我跟大家承诺过一日一更之后 除了在2019年去中国出差的时候 因为无法使用YouTube 所以有事先告诉大家三天无法上传影片之后 直到前天为止这三年八个月来 没有一天终端过一日一更 但是昨天没上传影片 之前有告诉过大家 我目前人在加拿大温哥华 所以我需要预约影片上传时间为凌晨两点 才能在韩国时间下午六点更新影片 而我有好几次都预约错时间了 对,昨天也是一样 我竟然预约到今天凌晨两点了 稍微为自己狡辩一下的话 在加拿大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天早上八点到一点 会在语言学校学英文 然后回家吃完午饭后 才开始工作以及准备YouTube影片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年纪学英文会有这么累 今天学的内容放学回家就忘了 而且还是跟这么年轻的同学们一起上课 真的会费很多神经 所以到了晚上做影片的时间 精神就会有点 我是谁?我现在在哪里? 的状态 当然比一开始来加拿大是习惯了很多 但是这几天学校又有口 总之为了给大家表示我的诚意 希望大家能在影片底下留言 想要让我做的结尾 推荐书最多的那个结尾 不管是有多难 我一定做给大家看 啊,除了跟阴纱有关的 说实话比起诚意 我的生命更重要 最后再次向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粉丝们 路人们、黑粉们道歉 也再次向大家承诺 会努力经营这个频道的 怖词 怖词 饼 跟他关一起承诺 词 我按一起承诺 estud闹 因素 还不懂 按一起承诺